本期咱们来看一下 第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七号位的大反贼 看主公选谁呗 主公你还不选 怂了 哎呀看我们是反贼 他怂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有主事点光环的 所以说他这一局他选了半天 最后选了一个潮批 我们选择了一个具有刺猬属性的反贼 叫姬康 但是他除了有刺猬属性以外 他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体力流失 所以说看能不能流失到潮批身上去 想办法呗 是吧就这样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开局是一兵一杀 控制了两个猛男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铁锁直接重铸了 然后两个装备要不过了 哎呦我去还真是这样 这样一来的话 杖八没有忙一下 最起码你这个 你说你舍不得牌 你其实还丢掉了一个牌 装备牌丢掉了 那么这也是直接两个引兵过了 起码这两个引兵牌还可以啊 还可以 那么布置的话 照你讲啊 虽然说他没有特别明确的动作 但这个牌给了贴主的张飞 也是主攻盲兵的张飞 而没有给潮批 所以说这个是明确的是反费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至少是找到了一个盟友嘛 对不对 但爱的话一看就是那个 不管他的样子 管不着啊 又一个不敢动的 行吧 我们直接上了 但是这样啊 你要直接上的话 你就直接去先杀后决斗 为什么先杀呢 你先杀他有可能无脑的脉 但你先决斗 你比如说他掉血了 你出杀他就出杀 对不对 你反正也不一定怕砸脚嘛 你有技能的 那这样一来的话 如果被救回 那就是一个是我们回血 提灵流失 一个是受到伤害 提灵流失 连续两次都作用到张飞身上去了 还行张飞没有直接送行伤 勉强捞回来了 捞回来了 如果说送行伤的话 主攻拿着牌接着干 我们应该也还顶得住吧 毕竟这还有一个逃杀 所以说走此一来的话 来吧 给主攻了 其实那你要怼主攻 你张飞帐 你那个那一次 你恢复体力的时候 你再不怼主攻呢 对不对 这个地方配合回血 又怼一次主攻 那么注意啊 回血的话 是能对其他七个角色中 另一个人用 受伤的话 是只能对伤害来源去用 所以说走此一来的话 这个之前啊 好多人低调 现在一片地儿门 到处来了啊 不错不错 那么又是一个大反战 虽然说有奋机 我杀你们 这个地方 连堵的话 要小心这个刑伤以后的这个 后续问题啊 马车的话 虽然说稳 但是连堵的话 你想一下 你自己残血了 潮匹又有负一马 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不懂 没有一点安全意识 他潮匹本身有一张杂 在刑伤 在配合如果打死你 滚血囚警 没听说过啊 这个家伙子 是吧 我令人离马车 你稳一点 你别浪啊 你看这浪的 这浪成真是种局势了 刚刚还说 队人们都出来了 我们要嚣张了 行吗 这样一来的话 瞬间可能就 假设不知 对他这剩下的 两个猛男一家鸡 可能瞬间就 只剩我们一个人了 这样啊 这个吉康的话 这个操作有点累 我们开一倍数吧 因为这个火功啊 有些时候 比如说火功自己 也可以考虑 火功他都是可以的 先开无中没问题 火功自己 火功自己是可以 对伤害来人回血的 回血以后 我们触发回血的 让别人的体力流失 看懂了吗 咱们再火功自己 注意啊 火功自己 我们是伤害来源 令伤害来源回血 回血以后 令其他角色流失体力 所以这个地方 曹丁也许两次流失体力 如果他不死的话 他还要受到 火功的一点伤害 他在铁手上 如果再不死的话 我们还有一个决斗 你说你决斗可能斩脚 没问题 决斗就是决斗 斩脚都无所谓的 所以这个地方啊 曹丁还有一个火功的伤害 没有结算 以及他们已经没有 所谓的桃子了啊 还有就算是被一个救回来 我们还有一个决斗 明白吗 决斗你说你砸脚呀 砸脚的话 我们对伤害来源 体力流失一点 所以说他们要想 那个还得俩桃啊 所以说我就说这个鸡康 他有些时候 他技能 联动性 联的太多了 两倍数看不过来 为什么临时调一倍数 就是因为这个联动性啊 联动 一直在联动 怎么联动的 火功自己 伤害来源是自己 对伤害来源回血 回血以后 回血的时候 我们又有技能 对吧 回血是可以对其他角色 一点输出 就是这么个玩意 所以说这个火功耍了个小杂技 耍了个小杂技 行吧 这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大内奸了 那上来是忙了一个貂蚕 然后呢 行吧 那就是就是忙了个貂蚕 我们作为大内奸 那忙就忙吧 德君彩脸 怯声 美吗 行吧 这一个大喊 那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作为内奸啊 这个无限是 是张飞打的 还是改字吧 一个过筛上去 肯定要注意这个改字 拆了一个长刀 啥都不拆 拆一个长刀 那应该来讲是跳反贼了 然后又去拼他嘛 但是至于为什么给流氓 那可能是他手欠 没看清楚 或者是一系列的原因啊 咱们以主要的为准 一个 我说的是一本书的意思 一个南蛮 又一本书 两本书 就是两个手牌上线 这样一来的话 三写可以存五牌 基本上只用丢一张牌 只用丢一张牌 同时这些攒下来的书 将来还能跟手牌进行调整 像这个铁锁 都是可以拿出去用的啊 作为内奸的话 我们攒书就是过牌 然后也是存牌上线 对于内奸来讲 两项都非常重要 过牌也重要 存牌上线也重要 三血存五牌 弥补这个三血小内奸的一个缺憾 那这样一来的话 肯定是送张飞人头了啊 倒不是说人家貂蝉 怎样怎样 这肯定是要送的 有距离 然后能把主公打蝉应该 打蝉是不可能的 打蝉应该是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一来的话 还有一个 基本上小范要弱鱼了啊 小范还有一个弱鱼 没驱忽伤金 没有保我无虑了 行吧 我小范人看不穿 你旁边也有个人在跟着你笑啊 就是这个小范 说白了就这个摄像头 还拐弯抹角了 是吧 名桃子就让他先用掉啊 我们不会让他这么快死掉的啊 他还有价值的 要不然是打不赢此同胞的 那么我们手上有什么呢 铁锁呀 锁呀 应该都是可以用的吧 并且现在唇牌上线是三了 应该唇牌也不成问题 建议把解锁跟热都拿下来 果然 那这样一来的话 锁锁连环 完了被无限了 要热的话 他害怕主攻掉状态 没热主攻 那你也可以热总领呀 热总领收益不高 行吧 那你这个热还调下来 干啥 对我忽悠的热调下来了 行吧行吧 那就这样吧 那么这里边注意 这个桃子的话 我觉得是可以拿下来的 就先拿三个桃 无论是就反正也好 就主攻也罢 有桃 稳一点 是吧 这个时候你不能说 你看现在徐一球桃 已经球到你这了 怎么办呀 那下一次 哎我去 你主攻会和内框 我们一个桃 这搞什么呀 嗯 嗯 太调皮了啊 这小胖子这个皮肤也调皮 这个玩家也调皮 这搞的 你看 我就说这个桃子要调下来 差一点点 补中方 忠诚拿人头了 忠诚拿人头 那是最恶心的啊 行吧 那我们纯牌上线加三 该调的桃 桃应该拿下来了吧 还是改字吧 那如果说这样一来的话 应该来讲 对我们来讲 是最好的结局了 又收一个反制 又打忠诚一点输出 那你说现在谁最影响我们 纯牌上线加四了啊 纯牌上线加四了 三写能纯七牌 最影响我们的 应该是这个状态不错的流氓 张飞不会去帮你跑流氓的 他有时间他会去跑小胖的 所以说 那你说是不是不好赢了 不要着急 慢慢来 董允的头上看到了没有 没有批董允 那是不是 嘿嘿 闪电帮我们破防 啪呀 下一轮嘛 怕啥嘞 纯牌上线加四的情况下 作为内奸啊 作为内奸 这个牌很难给出去了 你说四张分开给 没啥意思 你纯牌一下子没了 给主东方 不存在的 现在怎么可能给主东方 给张飞 没有打工的 这个节奏 居然改入赵云 你赵云为所为所 你一般你回 你能有几个伞 你去为所啊 对不对 你有伞 那不是要拼掉他的伞吗 这东西在想啥呀 还怪人家赵云 决斗会赢我们 你听谁说赵云 能决斗赢呢 你要杀他 他可能还冲阵 你决斗他 我冲阵 我试试看 拿真闪才能冲阵 知道吧 这就不明白了 哎呀 还行 我们本来说闪电破坊 居然是靠 实力破坊 我们这就不叫 闪电破坊了 我们叫实力破坊 一决二 两个男人 一踢波端下 都给你端下 之前说过了啊 这个书很难给出去了 那么很难给出去的话 我们这个书 有什么价值 四个存牌上线 三写存七牌 再说 哪怕哪一天被打成一写了 也是能存五张牌的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的话 调牌的话 我估计瞧着瞧着 价值不是很大了 但是多少还有价值 比如说现在这些桃子 银王盾 将来哪天成甲没了 这台队员有一定的价值 但是价值不会太大了 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产生新的书了 瞧来瞧去 都是你之前的扎牌 或者说好牌 反正就是你自己的牌 在调来调去了 舍不得给出去了 所以说蔡英这个家伙 如果当反贼的话 四叔早就给出去 然后早就又重新斩了 但是当内奸的话 受于局势 你比如说 如果说前期反贼 压倒性优势的话 我们还能给主中方 对吧 他结果又不是这样 结果就很难给出去了 行吧 既然难给出去 那么我们就把它 当一个存牌上线 然后必要的时候 调一些最基本的 比如说断杀了 看能不能调一个杀上来 你要太牛逼的牌 估计你也调不到 行吧 至少我们现在 是吧 打到这里 还是可以的 包括这个武将的发挥 是吧 采用这个武将本身的发挥 然后呢 以及当前的这个局势 主内反还可以 局势不会有太大的变动 比如说张飞一下子 把主攻跑死了呀 这个战时应该不会 他没有这么强的实力 然后我们能存牌 就是关键牌不容易过到了 之前说过了 因为你不能重新展书了 只要你四个书不给出去 你不能重新展书 那就靠裸摸呗 对吧 你反正大家都是裸摸 这样一来的话 最起码我们能存住牌 比如说我们摸到武器了 我们不用担心断杀的问题呀 还是比你们 是吧 牛逼一点呢 你比如说你张飞 你就只能存三张牌 存这些就少存那些 或者说怎样怎样 那我们就不一样对不对 一时半会儿不缺杀 也不缺防御 也不缺伞 对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就平坎吧 就这样平坎 一刀到平坎 一刀到平坎 需要的时候 从这里去取杀 如果说藤甲不行了 是吧 比如说谁有一个扇子 比较讨厌呢 银王盾呢 也是可以换下来的 然后没事的时候 永远不用丢牌 虽然这个永远 是不是说绝对的永远 你想一下七张牌 基本上不用丢了 桃圆一败 那这样一来的话 藤甲本来是防A的 他有一个青钢剑 但是他还怕火攻 就把它顶掉了 把它顶掉了 起码 这个时候不是很关键的 进单挑以后 慢慢挑呗 当然你打他 还是有点费劲的 但是他显现一被压 他也难受 所以说我们就强压 这居然投降了 没必要投降 你的想着 虽然说我们有来 但是也会消耗掉的 没有必要投降 就平坎吧 你坎我 我坎你的 对不对 你爸我被我们这个 这什么 呀 这个臭老头子 明明只有两血了 还能捏六张牌 他估计被这个给吓到了 被这个给吓到了 要不然你说 他有必要投降吗 对不对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 我们就不扯这么多了 扯一个ADD局吧 ADD局的话 就不跟你讲什么逻辑啊 道理啊 都没必要 那么这样以来的话 哎呀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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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算是选强了 一个大取义 大取义的话 给人至关的感受 就是爆炸式输出 看一下咋样 特别是这个吴忠啊 你就是开废盘 它有助于你加伤害的 这个胶质是吧 胶质手牌唯一最多 就是这个无中 你就是两个废牌 你把我数量给我提上去了 也是不错的 那么这样以来 让我来 祝你一臂之力 能效九天 无胜险 哎我去 他只发动一次 第二句台词 听不到了 听不到就听不到了 你看我们 这个大胆的在卖 害怕等会加不了伤害 但是我怀疑你 这个卖意义不是很大 为什么呢 你打别人不一定能强重 你打曹王呢 有点像好人 包括这个法阵 你也有点像好人 那别人说 你咋又讲道理了呢 对 我不应该讲道理 你主攻 你只要放他一摆 我就要秒掉你 我还跟你讲什么道理 你以为你是大侧 你是那个男人 你就牛逼了 主持点光环 还是更大的啥 所以说 如此一来的话 忠忠真友 忠忠真友 绑那个藤甲 绑那个藤甲 然后加伤害 直接加伤害 曹王三点伤害 传给大侧 传给大侧 三点伤害以后 触发交付 大侧受四点伤害 注意官屏 也是这传过来的 三点伤害 而不是大侧的四点 传过去的 所以官屏 也是三点伤害 触发加一 触发我们的交付 他也是三点伤害 触发交付 都是四邪 曹王三邪 大侧四邪 官屏四邪 元宿四邪 火攻我们的话 注意啊 我们既是造成伤害 也是受到伤害 所以我们自己 掉三邪 自己掉三邪 传给大侧三邪 传给大侧三邪 由于我们人不在了 所以不再触发交付 大侧 只受三点伤害 但是三点伤害 他已经拿不出 那么多头了 当然如果有人把我们给救了 那这个时候大侧还要触发交付 大侧受四点伤害 如果没有人救我们 那就是我们的三点 大侧的三点 注意我们自己是 火攻自己是三点伤害 三点伤害 造成也触发加一 受到也触发加一 我们这个火攻自己呢 既是造成又是受到 知道了吧 所以说大侧最后是被三点输出 带飞的啊 如果有人救我们 他要受四点伤害的 好了 不扯了 最后提醒一下 关注昆儿姐的直播 在战旗直播平台 搜索湖北张坤2018 就可以看昆儿姐的三国杀直播了 好的 谢谢大家